大家好,宅政 上日说到了 宿明和初初一起抱团举卵 最后宿明在德川面前跨下海口 说是要在10秒内绝绝散途 德川打电话约任牙出生案 德川挂掉电话后 宿明就为德川 老爷子啊 你刚才是在邀约吗 啊不然呢 任牙他接受了 他说最近很无聊 刚好理念他有兴趣 听到德川的话后 宿明瞪大了眼睛 看我战斗只是为了解闷吗 德川说道 感到不满吗 那你不要忘记了 他可是斗技场的王者 论资格根本轮不到0 对于宿明表示 这样就够了 谁都承认了不动王者 竟然愿意和我进行第二次战斗 对此我很感激 注意看 德川这个无言的表情 根本就是复制天上 德川回答道 我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当你和邓雅第一次碰面时 彼此还不相似 但你应该明白吧 作为你的排列对象 邓雅的实力 你应该很清楚吧 宿明回答道 没做老爷子 但我还是要说一句 你们从未了解真正的我 我真正的本事 可以在10秒间解决一切 要是我告诉邓雅 你打算10秒解决他的话 他会怎么想呢 对着宿明回答 我无所谓 就算说了也不要紧 这不会改变结果 10秒就是10秒 我都无言了 宿明雅 你和邓雅之间的胜负会如何 我并不清楚 那你说过要10秒解决战斗 有考虑过人家泳次郎的心情吗 人家一拳就把你打晕了 怎么想暴移也不会太差 你真的不是在吹牛吗 还是你的10秒 跟那每颗星球的5分钟一样 跨面来到地下都去藏 宿明只是正在进行的软身 他脖子贴了一块腰部 虽然这种拼命出汗的软身 在许久之前 就有人用过类似的桥段了 但德川还是很配合的吹了姨婆 这是他不曾见过的宿明 这种软身方式 就像是那位麦克泰森 曾使用过的战术一样 在比赛之前 就消耗掉大量的体力 为了就是给自己破釜成终半的决心 可以说啊 现在的宿明 如同当时的泰森一样 有着极高的危险性 宿明他 不会真的只有10秒吧 这时候 宿明为德川 老爷子啊 那王者的情况怎么样了 打算说我告诉他了哦 嗯 你打算了10秒解决他的事 那他的反应如何 就像这样 哦10秒对吗 哦加油哦 在听到德川回复 任牙一点也不在乎的时候 宿明感觉到有点错二 那这不就废话吗 就别说你的伤都还没好 就会开出了10秒条件 怎么想都很困难吧 个人关系挑战的还是波尔尼 我的建议是啊 先把小子结尾一句再说吧 连巴拉元都无法破解了你 又如何面对 技巧程度更高的冷压 但宿明依旧很有自信 毕竟古代相不天下无敌 只是他先前残召了而已 后面要到了波尔尼这边 对比如宿明一副 战然接近的模样 波尼这边则是在闭目养生 感觉小阿里的剧情又要重演了 虽然说啊波尼在军期中常常被初剑杀 但我从来没有看过 他在准备好的情况下还被初剑杀 更别是说他还摆做了一副悠闲的模样 这几乎等于他体写的赛力了 想要出在小阿里篇 也几乎全是在描写小阿里的行径 一堆人还站对了小阿里 小阿里更是夸笑了海口 说要杀掉任牙 但任牙当时的绑翼也跟这一次差不多 结果怎么样大家都很清楚了吧 我想这一波啊 肯定是任牙圣灵 这一次海王救不了庶民 我说的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了 我是赵哥 我们下期见